對不起各位河粉 小獅知道錯了 小獅開了BD4S一個多月後發現這台車 空間又大 加速又快 配備又滿 原廠遭遺又有誠意 所以呢 真是一台不可多得的好車 誠摯在這邊 跟各位Toyota的粉絲們 致歉 農民的賽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Z3 Plus 指標最強的Dual Lens 好嘞 剛剛我們那一段一定有人說這個 緊張了 小獅緊張了 賣不出去了 所以要說好話 不是 我們車已經一堆了 我們雖然不是那種什麼 六年級生營業耳機 有沒有 還是這個家裡爸爸有給個幾百萬出來做做生意的人 我們雖然不是這種人 但是其實這台車留的真的是 我坦白說是真的沒差 因為我不差這一台 你看我們拍什麼 BRD 泰文也來放著 Coff R 也來放著 Jimmy也來放著 還有嗎 好啦 隨便啦 這幾台車加起來就超過五百萬了 我真的有差這一台嗎 好不好 所以其實這個主要不是因為這個緊張 我跟你講陪葬的一堆啦 我們自己去網路看 我跟你講原廠聽說盾很多你知道嗎 你說囤很多 囤很多 新車沒人買啊 我跟你講啦 我都去了解過了 現在原廠一台車那一百五幾萬就買得到了 當初我記得是169是不是 159 漲到169 現在原廠一台喔 不用160 150幾就買得到了 我幫原廠打一下廣告啦 不要說我們都想要黑人家還是什麼 我們沒有好不好 網路我跟你講也很多台 原廠認證中午車有一台中古的 白的跑1000多 好像開151吧 然後網路呢我看從153開到168都有 還有人在開168喔 原廠新的才150幾 還有人在開168喔 反正這些都陪葬的我真的沒有差 我還是網路最低的耶 148 148 全台灣最低的耶 包含原廠包含你去數字網 你去任何網站我最低的 這最後會不會變得跟Leave一樣 沒辦法被矮 反正我們就慢慢降嘛 我覺得這個沒有賣不出去的車 只有賣不出去的錢 好不好我們就慢慢降降到有人來買為止 而且我跟你講 後面我還要跟大家分享 我之前就一直想做一件事情 他用最強的毛去刺最堅硬的盾 這樣 打電話問原廠認證中午車這台車 孤独 我今天終於決定做了 好不好 等一下片尾再跟大家分享 把片子看完 所以我是要重點 我們今天不是因為說 急著賣 趕快把這個車再拿出來 又重新炒一遍 不是 而是這台車呢 我從我3月22號去北海道有沒有 其實那時候我就開這台車開到現在 那時候我為什麼要開這個車 是因為我那時候想說要 那時候我跟我老婆跟我妹 我們三個人要去機場 那我要把車丟在機場的停車場 有一個重點 行李箱要放得下 三咖大咖的 然後而且啊 我又要挑公司的車 又怕說我去出國的期間 有人要看車 對不對 所以我一定要挑一台最沒有機會 有人來看的 哈哈哈哈 想來想去 就是這台了 哈哈哈哈 好 我就那時候就決定開這台車去 然後我就 真的喔 它空間是真的蠻大 我認真講 直接我們就一台車三個人 我就去停在那個桃園機場 所以我那時候開始 我就開這台車到現在 應該 應該有超過一個月 對 今天28號 那我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有哪一些地方 是有讓我稍微有點改觀的 那順便就是 為什麼我這個月要開這台車 我順便呢 我也在習慣電動車生活 因為你知道 我的車 應該五月就到港了嘛 所以也差不多 所以我想說 這一個月銜接教育一下 了解一下說 這個開電車會不會有什麼 對我來說 這個電動車到底有什麼 方便跟不方便的地方 好 我就開了這台車一個多月 那有些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過這個車雖然它空間很大 加速也還不錯 但是我覺得開久了就是怎樣 會無感 你上車就是發動 然後轉了 入檔 你就在那邊開開看 只是一個移動的代步工具而已 然後還有一個我覺得它比較那個 冷氣真的是靠北冷 被冷氣當務的汽車製造商 可是我覺得很難調 就是常常會太冷 就是你已經把溫度調到已經很高了 然後你還是覺得很冷 我都習慣性把它調到這個 那個風扇 我都習慣調到兩個角度 一個就是上跟腳 調了半天 然後這個出風口 就是很不友善 它因為它設計在這個稍微偏低的地方 大概在我們腰部的地方 所以你那個調那個風量 就是怎麼調 你就吹到身上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這個是我遇到覺得比較討厭的一個問題 加速真的是還蠻快的 可是在急加速的時候 我會覺得車子會浮起來浮起來 這樣那種感覺 車也浮浮你知道嗎 我又覺得會有那種沒有信心的感覺 我最近在練習什麼你知道嗎 One Pendle 我跟你講這車晃到怎樣你知道嗎 它的避震氣真的是軟到扣巴 你只要稍微速度快一點 不是特別快 環東 大概環東80你就覺得很可怕 那個過彎 環東不是還有一些彎 再加上路面的一些那個 我看超晃 而且你在高速公路開的時候 只要那個高速公路稍微有一點 路有點起伏有沒有 像波浪的起伏 它不是窟窿 就是你在開的時候 你感受到車子會有那個上下起伏 而且你知道我誇張到什麼地步嗎 這台車你只要靜止不動 比如說我在等左轉燈有沒有 有車從你旁邊 咻過去有沒有 你就會晃了 真的我沒有豪曉 真的啦 我自己也嚇到了 叫車不會 旁邊如果是貨車 或者是麵包車 鄉行車修旅車 就車身跟你一樣是比較高的那種 從你旁邊過去 你的車就會這樣左右在那邊晃 然後你靜止在等紅燈 只要你的乘客 不管後座的 還是副座的 稍微轉身動一下 拿個東西或什麼 有沒有 你車就這樣 很合謀啦 真的很合謀 連我老婆不懂車 我再開一個月對不對 我嘗試著 上禮拜我就問她說 她這個車坐那麼久了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她說她覺得空間不錯 坐起來也算舒服 只是她覺得 彷徨 然後她說 她坐這台車 她完全沒有辦法在車上看手機 沒有辦法堅持過一分鐘 我先講 她是不會暈車的人 對 剛剛講One Pendle對不對 我一直在練習 很多留言都說 這個電車是你不會開 有沒有 你要控制你的角力 我跟你講 阿達我現在會控制角力 你看喔 我們現在準備停紅燈了 我現在都沒有踩煞車喔 阿達 我到現在都還沒踩煞車喔 嗯 畫骨柔腳 一點點而已了吧 可是你超限的 哈哈 沒辦法 你要讓它滑 滑到鏡子之後再 煞車再 它就停起來了 就不會晃那麼大了 但我覺得不知道是不是錯覺啦 你用這個One Pendle這個 開下去在開車的時候 你會覺得里程調得比較慢 但是還有一種說法 就是說有人說其實這一種One Pendle的東西啊 只是個噱頭而已 為什麼你知道嗎 動能回收感覺上 好像可以幫你儲存電量對不對 但事實上 你滑動的距離就變短 動能回收的時候 你稍微收油門 它是不是就有點類似煞車的效果 你的速度就被限制住了 因為它回衝嘛 但是你滑行距離就變短 那這樣總的來說 是沒有比較省電的啊 因為我如果不用動能回收 我會滑更遠 嗯 對啊 也是 對 所以有一種說法 是它讓你滑行距離變短了以後 那你存的電也沒屁用啊 你還是要用更多的電 才能到原本應該到的距離 因為你沒有滑的 這個有人是這樣說啦 但是我還是這個秉持著 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 我現在這一個月啊 大概裡面有半個月的時間 我只要一上車 我就把那個One Pendle按下去 我就一直用這樣的開 反正就是你必須要 很認真開啦 很習慣的開 去用這個單踏板 因為常常我們還是有時候會換車開嘛 有時候你只要一忘記 你只要一放 有沒有 那大概速度忙就像被踩煞車一樣 限制住了 所以你要時時刻刻記得 並且去習慣說這個單油門 那的確如果說你的角力控制得當的話 其實單油門的這個開法 也可以把它開得不那麼不舒服 像我現在就可以 但偶爾還是會忘記 好來單油門 不能蹲 控制畫骨柔腿 有了吧 有 比之前好了 我他媽的腳快抽筋了 哈哈哈哈 我不是開車一直這樣真的會抽筋啦 我覺得這不符合人的使用習慣 網路上呢 我有在這個論壇看過 有車主在那邊講 他說他很厲害啦 是小吃不會開啦 我如果來煞車都完全都不會有盾的感覺 我跟你講啦 我這邊發起挑戰好不好 6000塊錢 你來開給我看 如果你真的他媽開車這麼屌 你可以控制得這麼的柔順 你開個10公里 你都能用這樣子的畫骨柔腿去開這台車 我跟你講我發6000塊獎金 這個月不僅政府給你6000塊的獎金 小吃來這邊挑戰我也給你6000塊 我是不認為你有辦法控制到每一次都是這樣 因為你看我剛剛那個是真的已經 我是靠著它最後一直還慢慢在滑動 阿丹你剛剛有沒有感覺 有啊 我還一直在等它滑 我就是等它滑到它不滑的時候 我才讓它靜止才有辦法 怎麼可能有人開車一直都這樣 你都很厲害 我都很軟的 我都不會塞車 冷氣力保都有成績 我都沒有 不可以這樣說吧 我覺得這個不符合人性 真的啦 不是說你開車多厲害 我開車就很遜 你說你多厲害 我是不相信 你說我腳軟 我有你三噸的人 你說我的腿力也不可能比你差到哪裡去吧 而且我講過了 我們講了以後很多車主都出來說 它的真的會 所以我來說你在鍵盤擺擺擺的 不是說你真的就給我塞車還不是 我覺得你在胡亂 因為我很不甘心 我練習了一個月 它馬了 半個月不要說一個月 我真的覺得很困難 一個煞車都要去非常的注意 我覺得很誇張 不過我這半個月是真的這樣 我只要一煞車都超注意 我就很不爽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難道沒有辦法不讓它蹲嗎 所以這半個月我一直在練習 一直在練習 我發現太難了 我他媽太難了 阿賴我跟你講暈車的部分 我們那時候是 我說我開車 開車還是有暈車 現在比較不會了 我現在也不會啦 新車位也不見了 我覺得是味道啦 它新車味道比較沒有對不對 我今天就是這樣感覺了 它其實沒有那個 之前那個味道對不對 所以覺得沒有那個暈的感覺 要不然你想說我哪有辦法開那麼久 我也沒辦法做這麼久 對啊 現在被我開一開 新車位也沒那麼重了嘛 就比較沒有那個暈車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當初那時候我們在試 真的是 我覺得味道影響也蠻大 這個真的還不錯吧 這算長期觀察了吧 不要說我們一次回來 就給人家斷真實對不對 我們還是開一下 讓它平板一下 也剛好它沒那麼好賣 我們才有這個機會 再可以試這麼久 對我們才可以試這麼久 但我覺得它椅子啊 很不透氣 蠻熱的 有時候我還會誤以為 是不是開到電熱 沒有 它皮裡真的蠻熱的 它皮裡真的不透氣 那還有一個是我試到的 就是它的這個開中控解鎖的啊 沒有燈 它這邊都沒有燈 所以你晚上啊 你要調後照鏡啊 折後照鏡啊 你要很習慣它的位置在哪裡 找不到 稍微暗一點的時候 它這個是沒有燈光 我覺得真的還蠻麻煩的 欸對 這是新的Puris你有沒有看 有啊 一樣望竹式的 我看到那個照片 方向盤跟這個望竹式的儀表板有沒有 我真的覺得 欸非常有親切感啊 但很多人說看不到啊 現在呢 我把方向盤放到最低 坐姿我目前應該是最低的 以我的身高 其實我現在看是整個儀表板是看得到的 但是呢 你如果方向盤稍微往上就開始會擋到 因為它剛好是在切到我的螢幕的最下緣 所以很多人說會擋到這個問題 我是還好 我真的還好 眼睛看過去是OK的 然後有一個很煩的 就是它的煞車的預煞系統很煩 就是你快撞到它會幫你踩煞車 我怎麼樣覺得很煩 因為呢 我家裡的停車位旁邊有樹 那你知道樹會長出來 岔出來嗎 我倒車的時候 每次它只要預測到那個樹 它就幫我踩煞車 那個真的會嚇死 因為那煞車像是旁邊的教練幫你踩的 你知道嗎 駕馨班教練旁邊不是都有煞車可以踩 對啊 所以當那個是教練幫你踩的時候你會嚇到 所以我現在每次回家我覺得最討厭的一件事情 就是停車 因為我沒有辦法 我一定跟樹要有一些 接觸 摩擦跟接觸 對 然後它就一直幫我踩煞車 所以我停一個很簡單的位置 我要停很久 我只能等它幫我踩完煞車之後 然後呢 我再強硬的繼續退後 它是可以喔 它幫你踩完之後 如果你還強硬的繼續退後 它是會讓你退後的 那它會再煞嗎 它不會再煞 它會讓你退後 很生氣吧 那很煩啦 就是心很累 而且很吵 它就一直逼說要撞到一直要撞到 但我知道要撞到的問題是 我沒有辦法 我一定要這樣我才行得進去 然後 啪 就幫你踩擦車 我每天都活在這種恐懼當中 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踩擦車的恐懼 但我知道它可以關掉啦 只是關掉的話就危險了嘛 有時候真的要用的時候又沒了 可能也許要開開關關吧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停車的問題 充電裝的問題 我覺得這台車很符合我的使用 雖然我們現在公司充電裝還沒來裝嘛 那我都用那個220的電 我都用Leave的充電器充它耶 它原廠送的那個是110的 我們Leave是220的 220比較快而且比較省電一點 所以呢我在公司我都用Leave的去充它 那大概我的使用途是這樣 因為我生活很單純好不好 大家不要以為我們這個社會觀察家常常會出去跟人家走跳沒有 我們生活是很單純 過中午來公司我就插著 晚上下班開回去 大概充個5個小時吧 充個100公里這樣 我目前用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很單純就是充飽300多 然後我周日的時候了不起就台北縣市走一走 我覺得還蠻符合我的使用模式的 所以我是不是真的在銜接教育 我就是在習慣這個電車的生活嘛 但是呢我跟你講 我有嘗試著想要到外面充看看 我跟你講我開這台車這一個月來 舉房我去一些那個很多的公有停車場有沒有 我沒有一次充到電 都停滿了嗎 都是滿的 我在外面的公有停車場我想說奇怪了 我以前沒有開電動車的時候 然後我下去停車場找車位對不對 然後找不到車位嘛 可能禮拜天假日比較滿啦對不對 我在繞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電動車有空位 我就很羨慕 現在我開電動車了 我他媽的 就沒位置 我找不到位置 我去公有的也好 百貨公司也好 都是滿的 是怎樣 是我的問題 人品的問題 當然我如果刻意的用APP對不對 去找 我相信一定有位置充嘛 其實我不充也沒關係 只是我想說 想要試看看 趁電的感覺嘛 體驗不到 趁不到電 所以這也讓我覺得說 這個 可能我們的充電的設施 是不是還不夠 開一個月 趁不到一次電 感覺很差 所以我覺得這個車啊 你還是要評估一下電動車 要符合你的使用 跟家庭的需求 我覺得像我這樣子 公司可以充電 真的 我坦白說電動車還滿方便 因為我以前就想像的到 所以我才去買Leave 我本來買Leave的時候 我的想法就是 我來公司充 下班 開回家 Leave那時候才670而已嘛 我覺得其實好像就夠了 但是只是會有點擔心 670其實我還是會擔心 所以我覺得你要評估一下你的使用 要不然你現在 像我講的 你蹭不到電 你一不小心 你引擎蓋還會被放三角錐 最近不是要 蛤 有看到 現在又出那麼多 那個PHEV那種對不對 對啊 你一不小心引擎蓋會被放三角錐 不要亂停 你要看清楚 要不然就是你要加入一些充電群組 充電群組可以排隊 你知道嗎 那你不知道對不對 怎樣排隊 私下排隊 對啊 那我們不要發表太多意見 這也蠻有趣的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會在下面留言跟你講 公有的可以排隊喔 很屌喔 真的真的真的 你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啊 看王力宏唱的 好啦以上啊 就是我的心得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那看這目前呢 這台車的銷售狀況可以預期到 其實電動車 價格一直在往下調 今天看到新聞 說鴻海要做一台什麼 六十萬以下的電動車 還是幾十萬 三十萬的電動車 現在這種新聞越來越多 讓我唯一擔心的一點 電動車越來越便宜 越來越普及 但是充電的地方 我覺得跟上速度真的還沒那麼快 所以你常常在新聞 可以看到很多的充電糾紛 這是真的 還有一些是品牌專用的 我特斯拉專用耶 我是Porsche專用耶 你特斯拉幹嘛停我Porsche的 對不對 我這特斯拉專用 你Porsche幹嘛來插電 還是常常在新聞 或在論壇 會發現這種情形 甚至有一些人說 你這個沒路沒耶 為什麼停在那邊充電 被人家拍出來公審 然後被人家跑 說幹你不知道 某某也有電動車嗎 旅見不鮮 你像MG也是啊 人家也可以充電不是嗎 但MG那個是因為 它好像停到人家 特斯拉專用的位置 我記得沒錯 可是這有一個說法 特斯拉設這個充電裝 給這個停車場 要不要給特斯拉專用 是這個停車場來決定說 別的車我願不願意給它用 就像停車位上面寫電動車專用 跟電動車優先是不一樣的 電動車優先 那你汽油車可不可以停 可以啊 沒位子了嘛 但是你有沒有可能被拍 去公車有沒有可能被放三角錘 有嘛 其實就是這樣啊 所以還是很多問題啊 要慢慢的釐清 還要慢慢的做一個適應 好啦 這個我們就慢慢降價啦 反正我覺得是沒有賣不掉的 車子賣不掉的價錢 因為Toyota出品的東西應該 基本的水準對不對 應該是有的 不過這個開久了 真的還是會懷念汽油車 我等一下回去 這台車開一個月差不多了 欸我以為上一次那個 冠儀吃布丁的時候 BD4S的價值已經到緊繃了 沒想到還有 阿呆你是不是昨天 我跟你講要拍這台的時候 你想說幹還來 你到底要拍氣勢 我想說有什麼好拍的 有什麼好拍 有我有心得 一個月有心得啊好不好 好啦我要回去換油車了啦 我就把它開到這裡了 啊本來藍色那台 比較好運先賣掉了 然後這個後來收了這台紅色 那我們就看價錢便宜到什麼地步 會有人買啦 最後對對對 幹我們一開始跟人家講到分享價錢 人家看到最後還沒有價錢 我也打算去原廠問 我們也就不要錄人家贏得不到的 我當然沒有跟他講紅色的 我隨便虎爛一個顏色 銀色之類的 然後22年跑3000公里 然後多少錢 阿呆你猜多少錢 他原廠賣151 對 140 140我忙賣他了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車也是要賣140幾而已啊 哈哈哈 我跟你講 燈燈燈燈燈燈 120到125 這麼 沒有 哈哈哈 22年的 好不好 BZ4S 原廠的估價 他們估他們自己的車 覺得這台車 他們自己的電動車殘值是多少呢 120到125 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就說了啦 120到125沒有幾個車主了得下去 嗯 說實在的 所以暫時呢 我可以放心的點是什麼 市面上還不會出現比我便宜的 哈哈哈 好暫時嘛 因為 如果真的萬一有人收到120萬的 出來賣個128我就掛了 對吧 我這台車我記得是收145 我才賣148而已呢 哈哈哈 一定要讓我賠錢嗎 不會吧 好不好 那所以我說賠帳的很多 我們不用太擔心 哈哈哈 而且我們全車 FSK防爆金鑽隔熱子 再加上這個全車犀牛皮 我們還有附加價值 還有小失價值 不值錢是不是 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搬家 搬家搬家 欸 它後面真的蠻大的啦 你看 真的是蠻大的 而且我為了怕傷它 我還隨便拿了一個墊子把它放走 貓沙有沒有看到 貓奴的人真 放三咖大行李箱沒問題 喔還有貝貝 汪汪味道的貝貝 啊我的500要回來 我要開汽油車了 沒了 看了 應該沒了吧 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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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Z3 Plus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我剛剛不是講停車很吵嗎 嗯 我跟你講它那個吵是怎樣 你知道嗎 有人在吹喇叭 就是很吵 不是說有樹嗎 嗯 然後它就會發出這種聲音 除了這樣咚咚咚對不對 這個 一理不納吧 你停車的時候你會整個牙起來 你知道 再加上它不知道什麼時候要跟你煞車 然後你就又煩躁又急躁 然後又旁邊有人在那邊吹喇叭 你想像 你想像你已經很緊張 很煩躁很急躁 然後它旁邊還有一個人 啪 我看了你 幹等一下 我就已經停車覺得很擔心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撞到了 還是怎樣 喔幹你還在我後面一直吹喇叭 我還在那裡吹笑 得到 哈哈哈哈